星期三 彭斯和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检阅美国和波兰的军队 彭斯对他的听众说 美国将永远与波兰人民站在一起 他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如何在美国军事力量上投入巨资 以及一个强大的美国将如何加强与盟国的联盟 他还向北约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波兰人民知道 美国人民也知道 自由世界需要北约成员国的强大和团结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联盟和我们所珍视的一切 我们知道 每个成员国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北约联盟的核心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即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彭斯星期三早些时候抵达波兰时 听取了有关美国在波兰的军事承诺和部署的简报 波兰正寻求让美国在该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以增强其在北约中的作用 并缓解外界对波兰与乌克兰边境可能吸引俄罗斯的担忧 在我们努力保护电信领域免受中国侵害的同时 美国也欢迎波兰的伙伴关系 你们的政府最近对一名华为主管和涉嫌与之合作的 一名波兰公民所采取的行动显示了你们的政府决心 要确保我们的电信领域不受到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损害 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 确保所有的投资审查机制 未来能保护关键的安全和经济基础设施 总统先生 我感谢您的领导能力和行动 彭斯对波兰的访问是他四天欧洲之行的一部分 他将参加国际会议 并于本周晚些时候参观前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 然后前往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